巨大的包租侯看板就挂在新北板桥大关路民宅外墙上 民进党酸侯友宜利用凯旋院剥谢学生 但借出外墙的屋主却疑似被查水表 6点挂完7点15分 新北市警察局板桥分局就派远警至屋主家查访 说为什么谁跟你借了这块看板 议员指控包租侯看板挂不到两小时 屋主就遭警方关切 民进党不满侯友宜请假选总统 却还施压基层援警 要提告就告文宣上面署名的民主进步党 不要欺压小市民 请侯友宜把你张手拿开 你现在是请假中的市长 你不要指挥新北市政府的相关局处的官员 对此警方也公布查访当下部分密录器 强调是为了造册建党 通案做法竟然遭到有心人士抹黑令人深感遗憾 请有心人士不要把抹黑当成职业 恶意重伤辛苦的基层援警 新北市府反击遭抹黑 但给刮广告看板的屋主不解 为何一张看板会让警方上门找人 三立新闻 黄澄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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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组新闻报道